《香港故事》 我是雪兒 歡迎來到我們的新節目《香港故事》 每個香港人都有他自己的故事 今天《香港故事》的主角是 快必譚德智 快必和萬必陳志全 昨天宣佈參選今年9月的立法會選舉 他出選九龍東 身負七宗罪 無望充天賜 西日立法會打疾建制派 是快必送給自己的事 清楚地表達了他的選舉議題 和香港人的精神 無論情況有多惡劣 無阻抗爭意志 為何會有61萬人出來投票呢 他原先是估計17萬 但是比他的想像是超出很多 因為我覺得是中共、共產黨 無論是港共政權或者中國共產黨 他打壓我們香港人 不讓我們遊行 我們六四已經不能是合法的集會 七月一日也不能是合法的遊行 所有的遊行都被他打壓 用各種的理由 譬如他用疫症 武漢肺炎的疫症的理由 用國安法的理由 用各種的理由 你不讓我們行使我們有人權的 正常的和平的公民權利 所以香港人就很生氣 既然我不能透過遊行集會 去表達我們的意願 我們的群眾的願望 我們的意志 所以他們就一有機會 他們就爆發這個意志出來 這次的機會就叫做一個初選 就在一個初選裡爆發了 這種反抗的意志 或者那種要講真話 要表達自己內心真正感受 那個人性的基本的需要 那是否一個鼓募呢 好像人心不死 其實很多 尤其是手足那些 他會覺得 還會不會有人開闊 當然是一個鼓募 但是不只是投票 整個抗爭的運動 不應該只是投票 投票只是整個抗爭運動裡面 一個最基礎 和成本最低 是的 最低成本的一個做法 投票 其實抗爭還有很多的 譬如你 現在每天都有一些人 去和你午餐 和你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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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都要舉一些標語 舉一些旗幟 那這些都是一個抗爭 選擇合議會 在議會裡面 有肢體的衝撞也是抗爭 議會外 用各式其式的創意 來做我們有創意的抗爭 這些都是能夠在投票的基礎上面 做得更加多的可能的地方 現在我被管制捉 你現在是否背了一些罪 在身上 那些要告你 是 我現在背了七條罪 七條罪裡面有六條 是議言入罪的 關於自由言論的 是他限制我的言論 限制我的批達 七條裡面有六條都是這樣 八月十八號 是處理其中的四條 九月二十五號 是處理另外那三條 新的三條 就是剛剛 早兩天抓那三條 那我就預備好了 有律師 有法律團隊 還有我 我的心理準備 也是準備得很充足 所以是無畏無懼 信心 沒有什麼 不要說有沒有信心打贏 只是有信心可以 在這一段的日子和過程裡面 是不會給他增加很大的心理壓力 是可以很平常心地應付這七條罪 我有信心就是這樣做 那會影響你參選的過程嗎 或者如果他真的有什麼事發生 不會 因為我都說八月十八號 就處理頭的四條 另外九月二十五號就處理後的三條 那都選舉都完了 九月六號都選舉 如果我選到的 那如果他一直審審審 審兩年了 兩年後他判了我要有罪要坐牢 那如果我當時是立法會議員 那就要透過立法會裡面 有三分之二的議員去投票 去投票 是不是褫奪 就是取消我的立法會議席 那這個就是到時的事 都是沒有什麼 可以平常心 那你怎麼看確認書 確認書是2016年一個潛建的文件來的 無論是法院或者是選舉事務處的法官 他都說這份文件如果不簽 是沒有構成你不完成整個報名的程序的 如果是這樣 一份潛建的文件 他是靠客的 那我們是不應該簽的 2016年我們人民力量 我自己和其他的參選人 都是沒有簽過 在各種的選舉裡面都沒有簽過 這一份確認書的 那你不覺得簽了會是一個DQ的保障 不被DQ的保障 不覺得 因為過去的歷史告訴你 簽了有些人都不能入閘DQ 有些人沒有簽 就是我 我沒有簽 但是我都沒有被DQ 我都是可以參選的 所以簽不簽是沒有特別的意義的 那簽不簽只是表示什麼呢 那個人 就是決定簽不簽那個人 會不會被確認書嚇到你 就不是說我簽是因為我想入閘 我不簽因為我博你DQ 不是這個意思 是那個人本身 怎樣看這份確認書 那個人的質素本身是什麼 那你覺不覺得這個確認書 都是分化民主派 就是你簽了你不簽 就是會有一種看法在裡面 就會可能歸邊 你簽了其實你是不夠硬正的 你不簽就是夠硬正的 就是你會不會覺得有這樣的看法 共產黨分化它的對手是 就是拉一派打一派那個統戰的手段 這個在歷史上都是屢見不鮮的 我們見到 所以我認為這個是一個分化手段的其中一樣 那我們怎樣應付這個分化手段呢 就是無論我們不簽 那你簽你就簽了 不要緊的 就是你有你簽 我有我不簽 那不要互相攻擊 那已經OK了 我覺得 大家其實會明白 大家會明白 是 那你參選的議題 就是你會提出什麼 來爭取你的選舉 我現在是入到議會抗爭 當然是 我不單止是說抗爭 我就是要打疾建制派 就是殺入立法會 打疾建制派 是啊 我們進去是要打架 其實台灣的議會怎樣 香港的議會應該都是台灣的議會這樣 煙霧彈 有那些肢體衝撞 現在都未夠激烈 一定要透過肢體衝撞 透過議會裡面的抗爭 去提升整個議會的那種辛辣的味道 我覺得 我進去就是這樣 那你怕不怕觸犯國安法 你這樣說 不怕 因為現在其實不知道 怎樣才會觸犯國安法 總之就是你可能這樣又是 我有個理論是這樣的 其實中國共產黨也好 港共政權也好 國安法也好 它是不會告訴你很清楚 告訴你怎樣才是犯法 它的紅線是不會畫得很清楚 有時候就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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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是這樣的時候 我們有兩種心態 第一種心態就是 嘩 因為它的紅線周圍移動 我不知道什麼時候會踩地雷 那我什麼都不要說了 這個是其中一個心態 在這一邊 我是不會拿到這一邊 我是拿到另一邊 既然它的紅線有時候在這裡 有時候在這裡 有時候在這裡 既然他們都不知道它的紅線是怎樣 我就什麼都說 等於沒有法律一樣 有些人就說它都沒有法律 我什麼都不說 我就說既然沒有法律 我什麼都說 只要我的良心認為說 值得說應該說 是誠實的 我們就說負責任的東西 這樣就能夠抵抗共產黨 不讓它嚇到 還有就是說 今次出現了跨黨派的支持 這個是以前沒有的 以前是自己的黨 扶回自己的黨 那你覺得 你看這個現象 我們受打壓 其實是否一個祝福 我又不會說受打壓是一個祝福 這種說法是不夠好的 我覺得 因為這樣會覺得 以自己的苦難 作為一種光榮 或者是光環 我不想這樣 因為苦難的確是苦難 我們沒有人想受到打壓 我們沒有人想坐牢 我們沒有人想有案底 不過我們不怕坐牢 我們不怕有案底 但我不會求我們有案底 不會求我們受到打壓 不過中共要這樣打壓 你就來吧 兵來將黨 水來土掩 這個是我們現在香港人 應該有的心智 香港人有 覺得我們喜歡香港 或者不太喜歡香港 現在大家都很喜歡香港 是否覺得David 是一個特別的地方 你覺得這個過程 其實香港是不是成熟了 還有我們經歷的事情 好像你說的 其實我們是不想經歷 不需要面對的 你覺得怎麼說呢 這個是不是在香港的歷史裏面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一個人 我覺得是 這個其實是 整個香港的文字的進步 還有提升 我覺得 比如十年前 人民力量港議會抗爭 議會裡面 和議會外面都抗爭 沒有人聽的 那時候覺得我們很暴力 你坐在街上很激進 但現在不是 現在汽油彈都扔了 打警察 整個文字都是不斷提升的 而這個文字提升 也都是很大部份 是那個政權 去逼我們去成長 有時候 那歷史都是這樣去來的 整個革命的歷史都是慢慢的 你改革不行的時候 就有更加激烈的一個抗爭會出現 人類歷史 或者世界歷史 都是這樣走過來的 香港的未來 香港的未來 我想和共產黨是否可以倒台 和國際的政治環境 是否能夠和我們香港一齊同籌敵蓋 是很有關係 是 共產黨越早倒台 對於我們香港的能夠自己自決 能夠自治 是越來越好 但我估計共產黨倒台 都不會是三五年來的事 我比十年八年 可能可能 我不會很樂觀的 那你說國際政治 是否特朗普 或者美國人 或者歐洲人 是會 很有善良的心 很有道德 很有 講人權 香港真是 共產黨令我們沒有人權 打壓我們的自由 真是很壞 我們要因為這些理由 來拯救香港 國際政治不是講善堂 不是善人 美國人如是 歐洲人如是 所以我就是要看 在全世界的自由 西方自由社會 怎樣看我們香港 和共產黨幾時倒台 是取決於 和香港三樣東西 加上香港自己 我們香港人的抗爭的意志 到底是否能夠堅持下去 這三樣東西 來去構成我們香港 到底很快是會有 有公義 有民主 有自由 回復我們一個美好的香港 光復香港 時代革命 就是取決這三樣東西 那你覺得 從去年的抗爭到現在 香港其實是沒有辦法 或者走回頭 你怎樣可以 如果是這樣說的話 你是不是會 預期抗爭可能會 最後一個 例如你說 可能到了中共抗爭之後 你可以現在看得到 在他的治下 他的 mentality 是沒有辦法 理解 或者融化到 香港人 或者西方社會 那種價值觀 因為他現在說 中美其實是一種 價值觀之爭含 所以問題就是 是否就是我們 預期了更加的抗爭 是的 所以 我們中華文化 有一句說話 說得好 子於智善 儒家文化 子於 我們什麼時候 會停這個抗爭 或者這個革命 什麼時候會停 呢 子於智善 當我們去到智善 我們就會停 永遠都不會有最好的 只有更加好的 所以這種抗命抗爭 或者這種反省自省的精神 一定會延續和長存下去 有什麼話給香港人 我希望香港人 艱險 我們一起要奮進 困惑 我們要多情 這個是新亞精神 即是新瑜伽的精神 在一個艱險的世代 我們要奮進 奮鬥 以及要精進我們自己 困惑 我們很困惑 但是我們要多情 我們都是很有情的 對這個地方 我覺得這兩句話 是最能夠鼓勵到我自己 一個在一個香港裏面 去做抗爭的政治人 的一個再有名 基督教的信仰給了我 一個很大的鼓勵 我是基督徒 我也是讀神學 我在神學院畢業 在十年前 我本來都想做牧師 因為我想去鼓勵人 我想去啟迪人家的文字 我想去啟迪人家的文字 那 基督教的精神是 在這個世界我們有苦難的 但是我們不需要懼怕 因為我們的信仰的對象 已經是勝過苦難 還有這個世界總是會 有邪惡的人在 但是我們依然要去奮鬥 因為我們已經勝過苦難 和勝過邪惡 到最後我們都會死的 這是劉曉波的精神 到最後人人都會死的 我們既然知道 人人都要死的時候 我們就要在我們有生之年 是活得精彩 和活得有意義 我們既然知道 人生是有苦難的時候 我們就在這個 這麼有苦難的人生裏面 背起我們的十字架 來去影響 那個我們要去挑戰的極權 我們的對象 就算我們最後都是死了 但是我們相信有復活 因為我是基督教的信仰 那個復活就是 我們的精神和我們的信念 是不死的意思 所以我是 拘捕我就是這樣 你說你死刑我都不怕 其實